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连唐玄宗也听闻这个消息 时常召见曹霸进宫作画 并给予丰厚的赏赐 有一次唐玄宗又召见曹霸进宫 唐玄宗对曹霸说道 太宗曾命画师在林烟阁绘制24位开国功臣的肖像 可惜年代久远 这些肖像大多已经吞色斑驳 不仅失去当年的风采 甚至变得难以辨识 唐玄宗看了看曹霸 继续说道 今日照你进宫 便是要你重新描绘林烟阁里的功臣画像 借此激励群臣效法开国功臣的英勇事迹 曹霸恭敬的对唐玄宗说 我必当竭尽全力会制 让功臣的肖像恢复往日的风采 但是曹霸奉命之后 并没有立即动手描绘 而是阅读大量的史书 仔细的对照与琢磨 已经模糊暗淡的肖像 接着挥笔绘制 在曹霸精心描绘下 二十四位功臣的面貌 变得鲜明、旋动 重新绽放往日的光彩 唐玄宗对曹霸重新描绘的结果 愈看愈满意 不仅给予曹霸丰厚的赏识 更封他为左五位将军 可惜好情不长 唐玄宗在晚年重用李陵府 杨国忠等全城 逐渐荒废了政史 曹霸也越来越少被照进公宗作画 后来甚至被霸除了官职 只能黯然离开长安 安史之乱后 曹霸流落到成都 以卖化为生 诗人杜甫听闻消息后 非常同情曹霸的遭遇 于是写了 丹青影镇曹将军霸 这首诗赠予曹霸 杜甫在诗中 除了歌颂曹霸的事迹 也感叹曹霸在乱世中的心酸祭遇 别开生面这句称语 便是出自丹青影镇曹将军霸 这首诗的两句话 林烟工程少颜色 将军下笔开生面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 林烟阁中 工程的肖像已经失去往日的风采 幸亏得到你左五位将军下笔 使他们重新振放了光彩 小朋友 听完别开生面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重点吗 现在让我们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在简述 草霸善于画肖像与郡马图 而受到唐玄宗的赏识 第二部分是在说明 草霸重会林烟阁的过程 草霸成功修复林烟阁的肖像 得到重用 故事的结果是在描述 草霸晚年早逢乱世 卖化为生 诗人杜甫同情草霸遭遇 写诗相赠 小朋友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 别开生面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的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为什么草霸先大量的阅读史书之后 才重新绘制工程的肖像呢 说一说你的看法 杜甫是唐朝著名的诗人 被后人尊称为师圣 被后人尊称为师圣 找一找 你有听过其他从杜甫诗中延伸出来的成语故事吗 小朋友 上面两个问题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 今天的成语 别开生面 是比喻 是比喻另外开创新的局面 风格 形式 主要是用在开创新局的情境上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别开生面可以怎么使用吧 我们这届毕业生打算举行一个别开生面的毕业典礼 这首乐曲利用中西乐器合奏 新影奇特别开生面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与别开生面相关的成语吧 相似的成语有 耳目一新 别出心才 独树一智 相反的成语有 千篇一律 龟形举步 一样画葫芦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小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